海尼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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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來就點海尼根 然後會連續喝大概3瓶 4瓶 然後喝完就走了 然後我們剛剛聊天他也不太理我們 他很酷 然後有時候他就喝很快喔 喝完就走了有時候待大概不到20分鐘 他最近還來嗎 我不知道我出院為止還沒有來 所以就步驟不詳 對 他就喝很快 不太一定有時候3瓶有時候5瓶 大家就喝很快 然後他也不說話 我們剛剛聊天他也不怎麼理 好是不是帥哥 不是 大概中年 大概40歲左右吧 我也有去過一個很美麗的 我想世界 我有我都會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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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啊 店裡面吃 吃的東西也可以稍微聊一下 吃著他啊 你會不會覺得去酒吧 你是不是真的只有酒 對 真的嗎 沒有我們有很多吃的 然後你那邊是不是 包廂要怎麼用 包廂可能沒辦法聊 可是那個我們應該就沒有要聊 對對對我們要聊一聊一聊 好那我撥片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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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到 從火災中 復活的小妹 珍珍 大家好 我是珍珍 我上一集 因為我們家 就是遭遇一些很不幸的火災 所以呢 我就是想說 會不會做一集 關於火災的這個 防疫啊 或是火災發生過後 我們應該要怎麼應對措施這件事情 那今天呢 我邀請到我妹 其實也不是特別來聊火災的啦 我們是要來聊聊酒吧的這個乾苦談 因為我們家在 11月初的時候 我們家裡的人 我跟我妹妹還有 真正是小妹嘛 然後小灰灰是大妹 還有爸媽 我們一起開了一間酒吧 我們開在男子 那店名叫做什麼 1202 那你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為什麼我們的店名會叫1202 因為我們附近很多國軍弟兄嘛 嗯 那因為我們開在左營男子 然後 因為我們附近有左營軍區嘛 對 然後又有左營官校 然後其實還有海洋科技大學 對 還有高雄大學 就是 呃 我們那個附近很多 國軍弟兄 對 對 然後剛好我爸爸是那個之前 1202這條艦的艦長 嗯 對 然後我們就想說 就會用他的玄號來命名這樣 對 因為我爸之前是1202 好像當時是拉法業界的店長 然後我們 我們那時候其實想店名想得很久 對 一直想不到到底要什麼 後來就想到 欸 還是 因為我們當時就想說我們的店 本風格想要走 海軍風 海軍風 對 其實我們店裡面啊 還有掛海軍的信號旗耶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很非常歡迎我們的 就是 軍人朋友來 而且來我們也會就是有打折啊 有優惠這樣子 因為我爸自己就是軍人嘛 嗯 所以我們對於國軍弟兄是 特別的尊敬 嗯 特別的尊敬 好 那 我們的 我們 讓我們就是稍微宣傳一下 我們店附近有一個很明顯的加油站 對 我們在德惠路的加油站附近 對 我們真的還蠻多軍人朋友們來耶 對 蠻多的 還有蠻多官少生的 我們都非常的歡迎 啊 各位要注意就是開車的話就不要喝酒 對 開車別喝酒 喝酒別開車 而且要理性飲酒 等等我會講一些在我們店裡面不理性飲酒的一些 嗯 年少輕狂的小弟弟們的一些舉動 好 那我想問一下珍珍 你覺得像雖然現在有開一個月 可是這一個月以來你有沒有覺得讓你覺得 最累的事情是什麼 最累的事情的話就是 因為我們是家族企業嘛 嗯 所以我們就 勞基法這塊我們就比較隨性一點 所以我們就是一到天都開門 然後我們就是 員工比較人手不足 所以就等於說每天都要上班 就是沒有放假這樣 對 這一點是比較累一點 嗯 還有你不覺得 我們其實是說四點打烊 可是從來沒有四點準時過 對 因為可能客人就是 你也不太好意思說 就是直接去趕他走啊 就是可能就要 就是等他這樣 可是我們最晚可能會 就是五點我們真的太累 我們會就是跟客人溝通一下 對 就說不好意思我們打烊了 對 好 那你會挑酒嗎 我有在努力學習啦 嗯 就是看如果單太多 我想說我可以幫忙挑這樣 但是要慢慢的學 我目前只會挑大概一兩杯 我自己喜歡的 哦 對 然後其他就不會 其他就是還在努力的學習當中 因為那些酒譜還是要背要記 就會比較難一點 那你人生有想過說 我們家裡會開一個酒吧 然後你會在酒吧工作嗎 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 因為我個性屬於比較害羞 然後話比較少一點點 對 所以你要跟客人聊天的話 我會 就是要在心裡面想很多問題 就是要怎麼跟客人聊啊 或是怎麼聊比較不會尷尬啊 對 就是要先做好一些功課 那你要怎麼做功課通常 就是你要先看這個客人 他是 如果是學生好了 你就可以在心裡想說 那我要問他是什麼學校的啊 怎麼聊 或是他住哪裡 通勤什麼地方啊之類的 這就是要想一些問題 如果是社會人士的話 可能就可以從 他怎麼有時間來啊 或是明天怎麼不用上班之類的 就是問的方向要 稍微在心裡面先Re一遍 你還會在心裡是Re一遍嗎 我會在心裡先想說 我等一下要問什麼 對我非常敬業 OK 因為像我也會常常在酒吧待著 其實 我真的不會想太多耶 我就是會直接 欸 我其實呢 自己最想要的是什麼 我其實最想知道 他怎麼會在我們的店 所以呢 你知道我每次你坐下 我就會先說 欸 你們怎麼會來這裡啊 這樣子 然後 像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方法 很容易在 喝酒的時候 很容易拉近人與人的關係 其實就是 滿有性 因為其實人總是沒有那麼多話 可以聊吧 而且又是第一次見面 對 對啊 所以其實 有時候就很尷尬 對 有時候就是可能玩點遊戲啊 或什麼的 喔 而且我跟你們說 我們店裡面我們的小菜非常好吃 因為你們都知道我們家的水餃啊包子啊 都是我媽媽自己做的 然後包括現在 他也是我們店裡面的廚師 他是大廚 對 他完全是一個大廚的角色 就是他炸東西都炸的很好吃 然後我們裡面的 像我們的雞塊 我們都是選 最嫩的 對 我覺得比一些 很知名的那個 連鎖企業之類的 對 還要好吃 然後我們的小菜也是 我媽每天 五六點他就會到店裡了 然後都會自己做小菜 他的小菜真的是有時候會被客人吃超多的 對 但是我們是無限 對 我們是無限就是 呃 放送小小菜 對 你想要在家你就跟我們店員講 我們就會在家給你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店裡面的東西 真的算是非常好吃 好那我想問你你有遇過奧客嗎 欸是不會到太難處理的客人啦 但就是有時候會跟我 就是可能要LINE啊之類的 就是比較隱私這部分的話 LINE 要LINE你就是奧客 也不能說是奧客啦 就是比較難應對 就是我如果不給他又不太好 但是給了我又 不太想要在下班時間 就等於另類的加班啦 喔 對對對 那其實以後這種方法 我也想要交各位女生欸 其實你們就給IG就好啦 你就說喔我比較少在用LINE 因為LINE可以打電話來煩之類的 對 可是IG不能 你就說喔 你就說可是我比較 你說 我的說法都是我會說 喔可是LINE太多廣告訊息了 可是我比較常用IG 現在IG也可以打電話欸 還有視訊欸 喔真的嗎 真的真的 可是IG的話 反正多一個粉絲也沒差 對啦 對啦 而且你可以不用回應他 嗯 那你就是比較私人的 對 所以以後你就這樣玩具就好了 好 對我也要交各位聽眾 就是女性朋友們 女生比較容易遇到 就說喔 太多廣告訊息就好了 好 而且你已經這樣講 對方其實也 不太會硬要 不太會硬要 對 然後好 我要講 我要講一個 我遇過一個奧奧克的 就是有一次我也是 就是我都玩完之後 然後我到酒吧 然後那個男的就說他是 什麼加工區的人 然後我那一到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我遇過很沒有禮貌的一個男的 他看起來就是一個中年男子戴眼鏡 我到現在還記得就是他長什麼樣子 他就是沒禮貌到委屈 然後他就說 喔 你是謀肢體嗎 他前面的時候好像沒有公開 喔 他前面就先問我說 他說喔 你是謀肢體嗎 然後我就說喔 對啊 然後因為店裡很忙嘛 我不可能會就是一直定在那邊跟你講話 然後我就一直忙來忙去忙來忙去 後面就他酒醉之後 你還記得那個人嗎 嗯 然後酒醉之後 他應該喝多了吧 然後他就是一直跟在我旁邊喔 我還收桌子他還跑來喔 然後但是你知道他來跟我講什麼話嗎 他說你 真的很不怎麼樣欸 他說你什麼 你還記得嗎 你長得很普通欸 對他說你長得真的很普通欸 然後我說對 我說我長得真的非常的普通 然後我說那你以後 我說你也不用一定要來這裡啊 這樣 然後 後面他就跟我說 他老婆很漂亮 他說他老婆二十幾歲 是越南人 然後我說真的嗎 我說那很好啊 然後反正他就一直跟著我喔 一直跟著一直跟著一直跟著 然後後面他還拿他老婆的照片出來就看 那我說哇 你老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欸 然後 他就一直說對阿 所以你 所以你很普通 然後我說 嗯 我說那你要不要回家找你老婆 可是他一直跟著我一直跟著我 然後跟著後來 我表弟就直接出來 就是 要把他就是 擋掉 然後我表弟的話 因為他真的要一直黏著我跟我講話 然後後來我表弟還跟他講說 你如果 而且我已經進到那個 就是吧台裡面喔 他就是企圖想要進來跟我說話 然後表弟後來就跟他說 你先給我一千塊 你才跟他講一個字 然後沒想到他真的有給 對 然後我們就撤給他 對 他真的給我表弟 然後表弟就說欸 他跟你講話 然後他真的給我一千塊 然後我就拿 我說拜託你拿回去給他 這種人的一塊錢 我完全也不想拿 因為我覺得很可怕 對 這是我 大概在短短 一個月內 遇到最白癡 最沒禮貌的一個客人 好 我先進首歌曲 就是 CENORITA 卡米拉卡貝羅的 這首歌也很強在我們的酒吧播送 這個人算是非常沒禮貌 他超沒禮貌 他超沒禮貌的啊 而且 而且你收去哪桌 他就跟去哪 對 他超噁 他超煩 然後他一直說什麼 我對你真的沒什麼興趣啦 那你為什麼也要一直跟我講話 而且拜託不要一直跟著好不好 超噁 真的很煩 對 而且後來是我們問他說 欸會不會幫你叫車他才走的 對 不然他原本也沒有要走的意思 而且他一直在那邊跟在我旁邊耶 其實我有想說我們店裡面我可能會準備一瓶辣椒水 對 對 緊急失課的時候可以 對 沒有 所以 他原則上其實是有 應該店還是有些禁區 對不對 對啊 就是你不能進到吧檯裡面啊 對 就是這個是 可是這個應該大家都是最長的吧 就是對一個店家 你要尊重一個店家 你不能進到人家就是 工作區域 對 對 那包廂呢 有沒有什麼就是要基本的工廠 嗯 那也不是包廂的人啊 你不可以直接去開人家包廂的門 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也不能開我們工作人員的那個門 我們有一個工作休息室 我們有工作休息室 但我們上面都有貼那個 飛行物 但其實還是很多人會進去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還是會有人去開那個門 那麼可能好奇裡面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到現在就是 還是會把它鎖起來 對對對 而且可能有些人喝酒之後 就會失去理智 就抱自己在看貓 對 其實是因為這樣 他們有些時候就是 比較有意海偶密 對啊 就是想要喘 對 我們就後面現在就把它鎖起來 而且其實你們知道嗎 我的人生啊 在以前 所以我覺得你知道 有時候是不是有一個 什麼叫做墨菲定律嗎 就是你越不想要什麼事情發生 它就越會發生 沒錯 因為我以前就是 其實我蠻常跟姊妹啊 去什麼錢櫃啊 就是去外面一般KTV唱歌喝酒 然後我就會很常看到 有人在那個廁所暴吐啊 就各種很噁心的事情 然後我以前就要按自信心想說 嗯 我以後一定不會做 關於就是酒業相關的工作 因為太噁了 沒想到 我們家就開了一個酒吧 對 所以 大家控告酒精真的 對啊 你就會吐啊 然後 而且還有很多失控的時候 對 可能會打架啊 對 這種店員有打架 就會有失控打架什麼的 對 保安保安 對 保安我們警察 人民報告就是我們的保安 他就會過來關切我們 對 就是板娘有沒有什麼 就是你平常可能這樣 或者是尤其特別是那女生 你可能在酒精類的東西 都比較 很別的 或者 喔女生喔 其實我們還蠻保護女生客人的欸 對 可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我跟你講我覺得我們店有一個很強的地方欸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店裡面的客人都會變成好朋友欸 而且來我們店裡玩的女生都是那種很活潑 很活潑的女生喔 就是 例如說 因為我們有些朋友會來唱歌嘛 就是 來唱歌來玩 不認識喔 我們一樓的八台女生喔 很可愛 我就覺得 你知道因為我也是女生 所以其實 我是算是會很保護女生客人的 就算是 不是朋友 對不對 我們店家是很保護女生的 然後呢 我們有些朋友會來玩 來 就是 來唱歌 然後呢 他們就會說什麼 欸你們樓下 一樓的女生很正欸 什麼的 然後他們會自己問女生說 欸 要不要 就是要不要一起來唱歌來玩 這樣 然後呢 女生也會問我們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如果你們想 然後我還會說 他們是 什麼什麼人啊 很正常的 然後我說可是 一切看你們的意願 就你們如果不想的話 就也不用 對 然後可是我發現我們 我們店裡面 坐在一樓的女生 喝一喝他們就會說 欸 好把我們那個 上去玩一下 上去跟你們朋友玩一下 然後我就喔 好 然後呢 但是上去之後我們都會還蠻關切 女生的狀況啊 什麼的 然後但是後面發現就是 女生們都會玩得很快樂 對 就其實不太需要我們 不太需要我們操心 她可能也不想我們那麼過多的關切 對 然後反正對 我們店裡面 是很安全的 女生才覺得安全 我們一定會保護好 你的安全 只要你想要被保護 對 對 那像他們喝的那種 例如說 Catilla 或什麼的就是 會有 也會出現一下 就是她的酒精能是多的嗎 會啊 一定會啊 像女生有的 但有的酒量不太好的 我覺得說 也可以喝就是 像因為我也是酒量不好的人 我可能就會推薦她們 我覺得好喝的 然後酒精濃度又不會這麼高的 可是現在很多女生很會喝欸 對啊 我們想太多了 我們想太多了 真的 她就會整個 威力就會爆炸 對 那一次我真的有被嚇到 那次也是有 真的是 吐 是沒有到 失態 但是就是 我後來發現我自己就是 可以 真的很不行的時候 我會自己 猛挖 喔 挖挖吐 對啊 對對對 可是這樣子好像也不太好 會傷遲到 對會傷遲到 也傷會啦 對啊 但我們店裡的女生來 一定會很安全 對 因為我們會保護好女客人 只是 女客人通常不想被保護 歡迎回到滴滴的異想世界 我是滴滴 包子妹某之題 好 歡迎聽眾朋友們回到節目當中 好 珍珍 我想要再問你一個問題 請問你 你是從火災中復活的人嗎 沒錯 那你火災過後 你不是有一些受傷嗎 你願意給我們的觀眾朋友們看一下你受傷的地方嗎 欸可是其實我的外傷都很小啦 可是你不是還有貼一個就是紙 那個膠布在這裡 它其實就是很小 就是其實在這個部分 但其實就大概五元硬幣的大小而已 就是大概就這樣 但是其實因為它的 欸比較傷比較深層啦 就是它雖然面積比較小 但是因為它傷的比較裡面 所以它會比較痛一點 但是 欸現在也已經好很多了 對 是外傷的部分 但是如果是就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很多弄煙嘛 對 弄煙的話就是有吸入一些 吸入性的嗆傷 就是一氧化碳 會讓你變笨 輕微的中毒 對 它變好笨喔 在酒吧我就一直很常被我姐跟我媽罵 我就跟他們講說 我剛從火災出來 你們不要這樣對我 我也不願意這樣 所以那個一氧化碳真的會傷到腦 它也不是傷到腦 就是讓你的記憶力會變得比較差 喔 對 但是會慢慢的恢復啦 那你還有其他印象到工作嗎 還是就是變笨印象到工作 就是你要更警惕就是任何的東西 就假如這個客人要點什麼 你要馬上去點 你不能說放一下 你可能就會忘記 喔 可是你會不會是你本來就有這個問題 沒有沒有 我以前真的沒這個問題 我以前記性不錯 所以你真的是因為火災過後有影響到 稍微啦 嗯 對 你要不要聊聊你當時火災的一些小人生的 因為其實19歲要經歷火災的這種生死 算是 不會有很多人會有這個經歷 就我就覺得說 要好好把握當下 就是你不要意外什麼時候來 然後就是要珍惜每一天 就是珍惜身邊的人這樣 不管是家人也好啊 情人也好 就是要好好的珍惜他們 嗯 對 你那時候不是還說你想要把錢全都花光 反正把錢都花掉 沒有沒有沒有 我那時候是想說 其實存錢 對我就是要呼籲一下大家就是平常真的要做好的理財 就是要好好存錢 因為你看萬一我真的是發生什麼事好 那我是有這筆錢我可以留給家人啊 對不對 嗯 萬一我沒事是不是也可以事後就是什麼醫藥費什麼之類 我是不是也可以自己處理 對 對 那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你如果沒有存錢的話你就會 這點就會很困擾 嗯 對 那我體悟就是反正現在活下來了 那就繼續好好的存錢這樣 那你火災的時候 你接到通知的時候 家裡一定燒很大 因為其實 他是在火場裡面的人 然後我是在外面 所以其實我不太知道 當時裡面的狀況 喔當時因為我跟我表哥睡在同一間嘛 嗯 然後我跟我表哥那時候 因為酒吧下班我們就會睡比較晚 然後大概中午 其實我們現在的作息算是早上六點多才睡 對 然後大概睡到下午兩三點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是十二點嘛 就是十二點一點的時候 嗯 然後我跟我表哥還在睡覺 然後我就聽到我媽在 遠處一直叫我 那我就馬上就醒了 然後我媽就說 火災趕快下來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們也以為是小事而已 但是我們還是速度很快 我們就 褲子穿一穿手機拿 然後我們就下樓 但是我們一開門之後就發現說 那個煙整個全部串上來了 嗯 然後我們想說我們下去 因為一切都很黑很暗嘛 然後又 又很濃煙 很黑是因為煙熏的關係 對煙就是一整個很黑 我們都看不清楚 我們那樓梯都看不太到這樣 然後我就跟我表哥說 可是我們跑不了 我們就 現在在這裡這樣 對 然後 我們就 拿那個毛巾沾水 然後先躲在浴室 因為我們房間沒有陽台 嗯 對所以我們就先躲在浴室 然後把門關好這樣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等待 然後我們想說 看要不要 我們後來還有想說 要不要再 就是直接往下衝 因為我們在那邊待了大概 三四分鐘 我們其實當下很不安 然後我就問我哥說 那我們要不要 就是直接往外衝這樣 然後我們就再開一次門 然後我們一開門 發現那個煙實在是太大太大了 煙變更大 對所以我們就只好 然後就在浴室門關起來 然後我們開門的時候 也發現說門把蠻燙的 所以我們就 你是說 我們是先開了門嗎 我們想說 要不要往外衝 然後我們一開之後 我們發現門很燙 然後那個煙又很多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跟我哥 我就跟我哥講說 那我們就還是先在原地等 對 然後我們是一直等到 消防人員吧 然後他們就上來 然後我們就 才就是下去這樣 對我們等待人來救援 然後是不是 你 你是不是說你那時候已經 就是準備快要暈倒了 喔對因為 後期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我們想要往下衝 所以開了一次門 所以煙就變更大 你說房間的煙 對房間的煙 然後因為當下我還抱著我的貓咪 然後我就 跟他就蹲在地板上 因為下面的煙會比較 少一點 下面就是你要往 你活在發生的時候你要蹲低 對然後我就抱著那蹲低 對這個事情 我也想要再呼籲一下大家 就是你如果真的不幸遭遇到火災發生了 你要趴到最低 就是你就直接趴下去 因為煙會往上竄 所以你要趴到很低 就是新鮮的空氣是在下面 對 然後你那時候是因為你要抱著貓咪 所以你也沒辦法 我沒辦法太低 我沒辦法整個趴下去 因為我抱著我的貓咪 所以我只能類似蹲著那樣 對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一直等 對 然後呢 然後消防人員就進來了嘛 然後他就帶我們下去 然後他進來那一刻 我們真的覺得我們看到浩克 英雄浩克 因為他很高大 然後他就上來的時候 他就我們說還有沒有人 然後我說沒有 只有我們兩個 然後他就 他就只帶我們下去 然後他上來的那一刻啊 其實我真的覺得我自己已經快要昏倒了 因為真的沒有什麼空氣可以吸了 對 然後還好他即時的趕到 對 我跟我哥就在講說 如果他們晚到五分鐘 我們可能就會 直接死在那裡 我因為已經快要吸不到氣了 對 對然後 而且他的手 你的手術上好像是因為 你抱著貓咪嗎 對 我是因為抱著我的貓 你這樣子抱著的話 而且他說 你是不是從樓梯上 你用坐著下來 對因為當下 我以前其實不太懂這件事情 因為那個時候很黑嘛 所以你看不到樓梯 然後因為樓梯 因為你要免火 所以就很多水啊 然後玻璃還有破掉什麼的 所以我們就是 他就叫我先坐在那個樓梯上 慢慢往下 然後我一直到 因為畢竟是我家嘛 我還知道樓梯 所以就是我就 很熟悉了之後 那你到 都是玻璃那一層的時候怎麼辦 其實那個時候太混亂了 我也不知道 喔你也不知道 對 所以就算我受傷 我可能也不知道我受傷 而且當下會激發 你有穿鞋子嗎 有我有穿 對 你還記得二樓那邊 整個都是碎玻璃嗎 對 因為當下其實你的那個 腎上腺素很高 所以我當下被燙傷的時候 其實我根本完全不知道 是有受傷 喔 對我是一直到醫院 然後護理師跟我說 欸你有外傷欸這樣 我才發現說 原來自己有燙到 對 那那時候才會痛 對 我那時候才慢慢的感知到 自己有痛這件事 喔 對 所以其實你有一點不知道 你是後面怎麼出來的 欸 我知道但是 嗯 我不知道大腦是有保護機制吧 它就會那個影像 在我腦海中 會慢慢的變淡 但當然這件事在我腦海裡啦 對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這個現象 對 欸那我問你喔 你有想過我們家會發生火災嗎 我當然是完全沒想過啊 因為就是 就每天回家就是睡覺嘛 然後回去 安心的像我平常一樣睡 就也不會想說 有遇到什麼火災之類的 對 對 好 剛剛呢我們就是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火災的體悟 因為還是再多呼籲一下 發生之後應該要怎麼應對 應對這些事情 好 那我再問你 你這樣受傷過後 你在酒吧工作 有沒有什麼 最不適應的地方 最不適應的地方喔 或是你工作到現在 工作到現在喔 就是 因為我之前的工作 就是在家裡幫忙 包水餃而已嘛 對 就是沒那麼累 然後也不用跟客人聊天 什麼的 雖然這最不適應的 就是說你要 調整自己 就是讓自己變成一個外鄉的人 然後跟客人聊天 這樣 那你有遇過就是 讓你印象深刻的客人嗎 我們有一個 有一位客人啊 他很可愛 他就是每次來 他就固定點海泥根 然後差不多會喝個四五瓶吧 然後他就喝很快喔 然後我們要去跟他聊天 他也都不怎麼理我們 然後就自己乾完那幾杯之後 他就 付錢就走了 等一下他去坐在那邊 然後這樣子 這樣 狂嘣 他真的喝超快 對 然後喝完 他就走了 他也不跟我們聊天 對 然後他每次都一個人來 這樣 對 那他走的時候是清醒的嗎 還是是醉的 呃 微醺吧 喔 微醺 這也蠻酷的 還有嗎 欸 還有一個 但是那天我不在 可能要你來講 喔 你說那個 對 有一天我們店裡啊 來了一個 就是他也是一個人來 喔 你們知道他多奇特嗎 我還想到他有多奇特 他來酒吧那一天喔 他有來一次 然後 然後我就想說 欸他坐在吧檯 那我就去看一下他 我經過他說 我發現他竟然跟我戴耳塞 然後我以為他戴耳機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說 欸 然後我就去拍他 我說欸 我說你酒吧你還自己聽 聽自己的音樂喔 他說喔 沒有 我是耳塞啦 我說蛤 我說你覺得太吵了嗎 他說嗯 我覺得音樂有點太大聲 他說好好好 我說我跟我們吧檯講一下 我說我們把那個 音樂轉小聲一點 然後後來好 我們就轉小聲一點之後 他就 一開始都好像也沒說什麼 然後 因為我發現在來酒吧 坐吧檯的人啊 彼此會聊天 就是他們彼此會 我覺得喜歡坐吧檯的人 也是喜歡跟 陌生的人 對 就跟陌生的人有些互動啊 聊天這樣 好 他們就聊一聊聊 然後他也在跟我們的八天樂聊天 然後呢 我就發現哇塞 他喝了三杯四杯那個調酒 然後 他就是 然後其當中啊 還有說 欸 他說他已經是一個人 好像還來去他 已經在我們店裡已經是第二 第二節了這樣 然後他說他都喝不醉 就是他酒量很好 然後我也問他幾歲 然後才十九歲 就跟震震一樣大 然後 後面我們調酒師給了他一個 就是 我們這邊 酒名叫做方程式 方程式就是 反正不知道聽起來就很可怕 對了 然後呢 他也就是說 他爸爸 就是 是高粱派的啊 他說他像他爸爸 所以他喝不醉 然後就最後呢 他喝醉 然後他就開始 那個 喔他當中 他還有對我講很鏘的話 他喝酒 他可能喝多了 然後他就說 欸 他說我學了你很漂亮欸 然後我說 謝謝 他說喔 我不能再說了 我說怎麼了 他說我怕我再說下去 我會講一些 私禮的話 我說喔 我說那你不要講 我說我跟你說我學過柔道 我說你講私禮的話 你會被我揍 這樣子 然後他喝很多喔 他一馬上就直接 跪下來 他直接跪下來說 抱歉抱歉抱歉 然後我說沒事啊沒事啊 平撐平撐 因為他才十九歲 然後他真的 直接就在跪下喔 然後我說沒事沒事 起來起來起來 然後 因為他那時候他已經醉了 然後我們自己有沙發嘛 其實我們酒吧裡那是沙發吧 對 所以其實你們來可以 都可以蠻舒服的 坐在沙發這樣 他當然有酒吧都可以選擇好 然後因為已經很尾聲啦 然後 我們 我媽就叫他來我們沙發那邊坐了就好 然後坐坐之後 他好像就開始有一點 他就開始有點失控了 然後就後面 後面我一點搞不太清楚 後面我就去忙嘛 收桌子啊什麼的 然後我們Bartender就 先把他趕 趕 就是把他先把他趕出門了 就趕出我們的店外面 然後呢 再可一陣子 然後我聽說 他說他已經走了這樣 然後等到我們大家就是要收店 然後要下到河家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有一個人 倒在我們的店門口 然後暴吐喔 他整個就是 他睡在那個兔堆上面 然後我們想說 嗯 真的是年少輕狂 可是我覺得我媽人很好 可能因為 他跟我小妹一樣大 然後我媽就說 欸 要不要去 叫他朋友之類的 他說跟你妹一樣大耶 我說可是他現在這樣 你要怎麼叫 我說你不如就 我說他是男的 他也不會被檢視 你乾脆就讓他躺在那裡 好好的休息 因為你把他叫起來 他回家當中可能更危險 對 對啊 所以就讓他好好躺在那邊睡吧 然後隔天我們去 他人也不見了 對 然後我覺得 就是來酒吧還有一個 我就是昨天他也有來的 就一個退休軍人男子 嗯 其實你會覺得來酒 其實我覺得 會常常一個人來酒吧的人 都是單身寂寞無聊的人 對 你有沒有覺得 而且我發現 他們會一個人就坐在發台喔 然後 他可以從我們開店 10點11點 到我們打烊喔 跟我們一起走 然後期間呢 他會跟旁邊聊天 然後我覺得 他好像也很喜歡聽我們家的人在講話 對 他會一直觀察 對 他會一直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的人生 他可能就是一個人也很無聊 對 可能一個人住真的 可是我就想說 甚至是世界 社會上真的很多各式各樣的人 對 他就是無聊到他就是喜歡在那邊這樣子 坐在那裡 就聽我們聊天也好 聽我們的聊天 對 然後喝個酒 跟八天的聊聊天 或是跟來住在吧台的人聊聊天 對 那部分就是一些可能 寂寞的 對 好 我接下來呢 也要放這首歌也是 在我們酒吧常常播放的歌曲 是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老煙腔雙人組的歌 欸我覺得那個19歲的來我不讚可惜欸 為什麼 我想看啊 他爆ㄍㄧ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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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ㄤ 真的還蠻可愛的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結尾了嗎 對 那我們結尾 你可以再分享一下 我先確定一下 好 可是差不多應該都結束了吧 最後的話 可以再宣傳一下電話 而且沒有講電話大概在哪裡 我有說德惠路啊 德惠路叫站附近 哇那支支真的就很大了 其實可以這樣 例如說什麼 在附近有什麼大電啊 或什麼 可是我們那一條比較偏僻一點 沒什麼大的電欸 可是我們那一條比較偏僻一點 沒什麼大的電欸 那就是看到竹間左轉 對阿 對阿 好好好 沒有你可以講多納支吧 喔多納支 德惠路的多納支 喔好 多轉 剛好有沒有結尾一下 最後一段 結尾要分多久喔 如果要割的話 多納 對阿 對阿 我們可以講韋傑那個 有一次有個開尾來 不是說什麼 欸你們店裡招牌是什麼 然後韋傑說水餃 對 然後說欸你們這裡不是酒吧 結果他還是點了水餃 喔 大概五分鐘 然後準備做ending 五分鐘我們還要ending嗎 就五分沒有 喔 差不多五分 那我倒數意思 然後一分內做ending 所以總共是六分鐘了 好 那我們還要在聊什麼 沒有啊 剛剛他講那個奇怪的客人 喔奇怪的客人 喔奇怪的客人 他真的從打 開店到打兩天就一直過著 對他真的就是 對他真的就是 他只要一個是 他進來他一直說 他到最後對你說 就好像很苦苦 對 對那個人真的是爆怪的 他爆怪的 那有沒有開店到現在幾乎電力爆炸 有我們有一個朋友每天要到 阿薇 阿薇嗎 喔對 對 有 其實有些就是單身男子啊 對 我們大概有三個人吧 每天都會報到 然後本來我們會聊一下 就是他們是可以怎麼跟你們 是可以主張找你們男子 還是怎樣 就是有沒有意思 喔有客人會說 他覺得有點無聊 就是他會透露出這樣的訊息給我 喔 在昨天 喔等一下啊 然後本來要問然後咧 然後咧 然後咧 還是你們有什麼小遊戲 小玩笑 那個設備標 喔我們也有設備標 我們有設備標 就是提 好不好本來提供一下這種 對 就是很無聊的時候 他可以怎麼樣 在合力的返回之類 阿我們可以講那個啊 我們原本就是也可以在一樓放隔 可是我們現在 就遇到一些 比較沒有素質的客人 對 大麥 阿我們可以讓你 阿我們可以講那一桌嗎 大麥喔 對 奧客啊 對奧客 有我們先關於奧客 有我們先關於奧客 是因為我爸的那個拉法業界來命名的 然後呢我們的地方在男子附近 然後其實我覺得我們的酒吧算是沙發吧 對我們 我覺得我們店 因為很多的沙發 我們應該是男子 最多沙發的店了 對 我們算是 就是因為男子的酒吧其實都是比較小間的 對就是偏要你要坐在吧台 對你要坐在吧台或是你的位置都是很小的 那我們店其實蠻大的 所以其實非常歡迎高雄的朋友們可以來坐坐 來看看 在那個德賢路的多納茲附近 就是你看到多納茲你就左轉 對人就一直往前就看到我們的店了 對要往前稍微一下子 因為我們店的招牌很亮 對我們非常的亮 就是你經過一條大 經過一條路之後 對在德賢路上面 嗯 然後 講到有趣的客人 有一次我覺得我表弟也蠻有趣的 有一次那個 因為我們店裡面不只像我們剛剛有說提供很好吃的小菜 還有我們家的水餃 還有一些炸物拼盤嗎 然後有一次客人來然後就問我表弟說 欸你們店裡面的招牌是什麼 其實他問的是酒 對 然後我表弟就回他說水餃 然後他就說蛤 你們店裡面招牌是水餃嗎 然後表弟說對 他說喔好 他說那不然給我來一盤好了 對 結果他人也很好 其實他問的是 你們店裡面招牌的調酒是什麼 然後但是他好像也還是有吃一盤水餃 對他吃了一盤 對 然後其實我們店裡啊 因為我表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對他有沒有印象 他其實是一個很自嗨的人 所以他現在是我們的 算是店裡面 他會幫我們放音樂啊 然後還會調個酒啊 然後你知道因為他很嗨 所以他有時候放音樂放一放 他會自己拿麥克風唱 然後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然後就是尤其到比較晚的時候 大概三四點 就是客人比較少的時候 對客人比較少 然後有時候又剩自己朋友的時候 他們就說欸不然我們來唱個歌 好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會一樓 但是我們沒有說是卡拉OK 只是放著Youtube 然後跟著Youtube音樂這樣子唱 對 然後後來可是我們現在沒有 我們現在不開放這件事情了 就是因為遇到算是很奧客的人 對 像我們剛剛要聊就是 這一組客人我覺得算是非常奧客 然後他們喔 我真的覺得你唱歌好 人真的要有自知之明 你唱歌好聽就算了 你難聽 然後你還敢把我們這邊當成卡拉OK 一首接著一首點欸 對在大廳唱 有一次我也是忙忙 我到店裡 我看到兩個小女生 跟我坐在吧台唱那種煎熬 你們應該知道那個吧 李嘉威嗎 是李嘉威 煎熬那種音樂 你知道那種飆高音嗎 他的高音難聽到爆炸 真的是難聽到爆炸喔 我已經店裡面想說 這是發生什麼 這是什麼狀況 然後我看到店 我看到旁邊 而且那天好像是禮拜五晚上 店裡很滿 就是客人很多 然後 我看到旁邊的客人是直接就是 很煎熬 他們也很煎熬 他們的臉非常煎熬 我看到臉色真的非常煎熬 我想說哇塞 這真的很不對勁 然後我就馬上跟我表情講 我就說 而且他們竟然還想要繼續再唱第二首 反正我就完全辦一個黑戀啦 其實在店裡面我算是黑戀 然後我大妹算是 就是小朋友算是白戀 我覺得 然後他就是 一個員工而已 對 他就是這樣子 然後那一次之後 我就跟他們說 不能唱歌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因為我們沒有試平台 對 所以不可以唱歌 尤其你唱歌 我是沒有講啦 我想說你唱歌難聽成這樣 還敢唱 可是我們遇過唱個很好聽的客人 對 可是人家也是很禮貌 人家就唱一兩首就不會再唱了 對 而且那個時候也是很晚的時候 對 所以後來我們就不開放他們唱歌了 反正我們店裡之前有 但是現在就沒有 然後我們店裡面也有飛鏢機 所以如果喜歡玩飛鏢的聽眾朋友們 也可以來我們店裡玩玩飛鏢 然後 那你有遇到很想跟你講話的客人嗎 嗯 是不會到很想講話 可是他們會釋出一個說 他們有點小無聊 想要聊天的這種資訊給我 例如咧 例如 怎樣的資訊 例如像我在幫他們點酒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可是都沒有人陪我們聊天 我們點不下去耶 這樣 喔 這種暗示的話 然後我就會坐去 這蠻暗示的耶 對對對 當然我就知道什麼意思了 我可能就會拿一杯自己的酒 然後坐在他們旁邊 然後跟他們小聊一下 問他們要喝什麼 我們要自己準備自己的一個外面的小椅子 對 然後我想說就是 就是跟他們介紹一下酒啊 喔 對 然後來了之後跟他們就是小聊喝一下這樣 喔 對 因為我在店裡面也蠻忙的 我沒辦法說一直坐在那邊 一直坐在那邊 喔 好 那要非常感謝邀請到今天珍珍 從火災中復活的珍珍 來跟我們聊一下 她的一些 我覺得算是她人生一個 歷練 歷練 對 因為其實珍珍也算是一直 也都沒有在外面歷練過什麼 我覺得這對於19歲的一個 小朋友來講也算是一個 人生的 很 很 欸 怎麼這樣 就是需要一個體驗 對 好 那謝謝收聽今天的節目 也歡迎上網搜尋 飛碟聯播網南台灣之聲 你可以在YouTube直播搜尋UFO1039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開啟全部的小鈴鐺 也可以搜尋我們南台灣之聲的IG UFO1039 你可以追蹤我個人的IG帳號 就是我一些自己生活發生的事情啦 所以大家可以上來看看 好 那最後呢我要介紹大家這首歌 這首歌的就是珍珍點的 這是A Thousand Years 之前那個目光之城的歌 是克利辛派瑞唱的 好 那我們下周同一時間見囉 大家掰掰 好那我們線上的觀眾朋友們 我們的酒吧呢叫做1202 其實呢你上去Google打1202bar就會有了 對地址也就會出來 因為我們的地標終於下來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好記的就是1202 你打1202bar 1202bar就有了 然後地址啊營業時間啊上面都會有 我真的覺得我們店裡面還蠻舒服的啦 就是 可是我就覺得這樣說怕會得罪男子的相親朋友 沒有沒有沒有我來講 因為 我們昨天剛好有一組客人 我就有跟他聊 因為他說他男子的酒吧他大部分都有去過 我說那你覺得我們店跟其他酒吧最不同的地方在哪 他就說他覺得我們這邊店 我們的店的那個空間很大 他不會有一個壓迫感 對 還有我們真的比較像是沙發吧 對因為我們沙發桌蠻多的 我覺得男子其他酒吧比較像是真的是小酒吧 對就是你可能要站著啊 對 而且其實你們知道我們有一件事情很意外 我們當時設定的族群其實是學生 大學生 大學生 沒想到來我們店裡面的幾乎都是社會人士 對 大概九成以上吧都是社會人士 但是這樣也沒有不好啦 對啊只是有點超出語氣 就是跟我們先生都不一樣 對 可是這就代表呢 其實我們店裡面真的是算還蠻舒服的啦 所以社會人士才會願意來酒吧喝酒 不然其實我還蠻多朋友是會去酒店的 但是呢 終於開了一家 就是 可以讓他們 很放鬆 很放鬆 對對對可以到 就是我們這邊沙發吧來坐坐喝個酒的 所以非常歡迎聽眾朋友們 線上的觀眾朋友們 在 Google搜尋1202 就有了 好 人想問一下 那伯娘會常在嗎 有啊 我其實幾乎都會在耶 每天幾乎都會在 對沒事都會來 其實我時間沒有就是固定啊 像他們可能一開店就在 就你們 因為我還要直播啊 對我還要忙 就是我忙完自己的事情 我大概十二點過後 就可能要碰運氣 十二點一點 對 其實不會啦 我十二點一點大概就會在 但有時候你會不來啊 有時候你比較累就不會來 所以伯娘 對啦可是那是很少 其實 但是因為其實我們也是 九點半開 對啊我大概十二點一點 會會到啦 對 其實我自己的心裡蠻晚 我就會過去 對啊 好啦OK 有低香嗎 有有 一個人三百 對三百 差不多就一杯酒啦 可是就一杯酒 或者再叫個吃的 其實兩個人 其實還蠻容易就會到 對啊 不是一個人喝個三杯啤酒也差不多吧 然後如果低酒精啊 有什麼建議 就是伯娘 或者直接問巴仙德 對啊 可以可以 可以直接問巴仙德 問巴仙德最準 對最準 因為有時候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雞酒 對 對對對 我跟你們說 我有一杯叫做滴滴特調 如果女生來的話 你們 你們知道我 我有一次調給我 那杯是我自己調給自己喝的 然後我有兩個女生朋友 他就是非常喜歡 他們喝到之後 可是因為我們店裡面其實 幾乎只有我 我知道大概要怎麼做 女生才會喜歡 然後有一次我剛好不在 他們就說他們要喝那一杯 可是 我們的巴仙德就調了原版的給他們 然後我一到 他們就說 這一杯他們真的喝不下去 他們說他們只想喝 就是我 我調的 如果女生來的話 你就只要說 我要滴滴特調那一杯 他們應該就會調了 對不對 對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已經有跟他們說 女生來如果要喝那杯的話 會比較好順口 他算低酒 比較低酒 對不對 對他比較甜 而且他沒有什麼 他沒有那麼多 調酒那些東西 他沒有那麼多雞酒啦 對雞酒其實 其實我個人 雞酒都很 很難入口 很難入口 對 對 再來歡迎大家可以來玩 下次見囉 拜拜